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利升空 当时现场一片欢呼的声音 可是过了六分半钟之后 火箭自毁 这是宇航机构发出了自毁的指令 为什么要自毁呢 因为火箭在发射过程当中出现了故障 无法把搭载的人工卫星送入预定的地球轨道 就是这样的 Audio 了解决机构的地球轨道 这个变化的出来的最后一串在 在悍的直到期的地球轨道 肯定的地球轨道 向上未出现了 也就像通胜道 火箭碎片已经落入了菲律宾东部的海底 已经很难回收了 那么发射失败的具体的原因 日本宇航机构说 还有待进一步的查明 他在记者会上也没有明确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是日本的主力火箭 时隔近20年发射失败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上一次我们记得是2003年发射的HRA火箭失败 专家就说 F-C龙已经是一项已经确立的技术了 那么在固体燃料火箭这个领域 日本其实在全球范围也是属于顶级的水平 这次的这种固体燃料火箭成本是比较低的 从2013年发射以来已经完成了5次发射 而且过去的5次发射每次都是发射成功的 这次发射的是6号机 搭载了8颗人造卫星 那么日本的火箭技术 除了这种固体燃料火箭之外 其实还有一种是液体燃料的火箭 这种HRA火箭是在2001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次发射 可是在2003年发射6号机间谍卫星的时候发射失败 据说当时是助推器的故障 那么过了快20年 HRA的后继主力火箭叫H3 发射也是一再延期 说是发动机出现了故障 那么日本的火箭技术 在全球范围来看 到底是一个综合性的什么样的水准呢 世界で見てそれぞれ固体燃料と液体燃料 それぞれ世界で何位になるんですか 日本のロケット技術としてはですね そのH3ロケット そして今回のイプシオンロケット 共にですね 世界に誇れる技術で まで到達したわけです 日本太空开发 因为投入预算太少 尤其是载人太空技术 几乎没有什么投入 这就使得呢 他们只能用有限的预算 来投入到一些特定的项目当中 比方说像我们都知道的 船鸟2号飞行6年之后呢 抵达小行星 采集到了很多样本带回地球 那对于解密生命的起源呢 相信会有一些突破 但是呢 日本曾经参与 人造卫星开发的学者就认为 跟中国相比呢 日本的这种载人太空技术 应该至少落后了几十年才能追上 日本の場合は 中国に何年くらい遅れていると 思われますか 日本の宇宙開発の欲算は 欧米に比べて 10分の1とか もっともっと少ないです そういう状況でありながらですね これから日本は 本格的にスタート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中国は 30年40年前から そういう領域で 開発研究を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 それだけの差が 当然歴然としてあるというのは 認めざるを得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好 感谢您收看 我是林苗 再见